美国队长为何会变成九头蛇队长 宇宙立方小女孩科比克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九头蛇队长是如何在如此之多的英雄手中占领美国的 让我来带你去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看一遍这一切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拿好九头蛇羹 西红柿 炒番茄 凉皮 肉夹馍 科比克薯片 葱油拌面 鸡汤粉 撕牛杂面 黯然销魂饭 精彩故事马上开始 上期视频我们提到了 末年美队被科比克变回年轻的模样 然后美国队长带领英雄们打败了大马欢欣秋的反派们 之后美国队长拿上了三角盾牌继续奋战在一线 在上期视频中我们还提到了 泽莫男爵和埃里克博士被丢到喜马拉雅山 后来泽莫男爵抓住埃里克博士 并且强迫埃里克博士帮他找到科比克 于是美国队长带着星条旗和自由客前去阻止泽莫男爵 泽莫男爵见大事不妙就打算开飞机带埃里克博士逃跑 但美国队长闯入飞机内和泽莫男爵开战 结果美国队长掉在飞机外情况岌岌可危 这时候星条旗冲出来将泽莫男爵打晕过去 但星条旗的出现破坏了美国队长的计划 于是美国队长只好将星条旗从飞机里丢了下去 只见做完这一切的美国队长眼神凶狠 埃里克博士的眼神也逐渐变得坚硬 然后美队来到埃里克博士的身边喊出那句 九头蛇万岁 没错此时的美队早就是九头蛇队长了 埃里克博士其实也是九头蛇的人 当年红骷髅曾获得过宇宙立方 但是刚拿到手就被美国队长阻止了 宇宙立方被美队盾牌砸烂成了九块 后来神盾局开始秘密研究着九个宇宙立方碎块 结果不稳定的宇宙立方碎块引起了爆炸 最终宇宙立方碎块融合成了名为科比克的小女孩 而埃里克博士是被希尔特工邀请去照顾和研究科比克 当时的红骷髅拥有X教授的大脑 因此他可以随意操控任何人臣服自己 但他仍旧感到不满 他想要人们发自内心的臣服自己 特别是想要从灵魂深处彻底击垮自己的老对手美国队长 就在红骷髅苦恼要如何彻底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候 流着泪的宇宙立方小女孩科比克忽然出现在红骷髅的面前 一开始红骷髅并不知道科比克是什么人 但后来红骷髅意识到心思单纯的科比克就是宇宙立方 于是他哄骗科比克 表示要和科比克成为好朋友 科比克用自己的能力悄悄往返于神盾局和红骷髅基底 他不断向单纯的科比克灌输九头蛇是正义组织的思想 而正义的九头蛇将会打败神盾局引领世界变得更美好 同时红骷髅也从科比克口中得知神盾局的各种安排 甚至科比克将红骷髅带到了神盾局内部 然后见到了一直照顾和研究科比克的埃里克博士 而埃里克博士见到红骷髅后立即臣服下落 红骷髅用心灵感应能力探索埃里克博士的大脑 然后发现埃里克博士居然有着一生都在为九头蛇事业奋战的记忆 于是红骷髅意识到科比克改写了埃里克博士的人生 因为科比克对九头蛇的好感 所以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把人变成九头蛇 在这一刻红骷髅有了一个绝妙的计划 他指挥埃里克博士提议建造欢星丘监狱的计划 得知科比克存在的泽默男爵和部分反派都会被安插进里面 而这一切都在红骷髅的计划当中 心地善良的科比克出手相助就回了暮年美队 但因为九头蛇是美好且伟大的概念根深蒂固 所以科比克下意识地将美国队长的人生精力修改 将他彻底修改成了从小便被培养成九头蛇特务 虽然红骷髅以为自己已经彻底掌握了九头蛇队长 但他却不认可红骷髅这种暴力统治的理念 因此在把星条旗推下飞机的那天晚上 他其实是要按照红骷髅的命令 杀掉得知那么多秘密的埃里克博士 因此他跳下飞机 让飞机里的埃里克博士和昏厥的泽莫男爵一同撞死 但他其实根本没有杀死埃里克博士 反而策反了埃里克博士加入自己 现在他有一个推翻红骷髅的伟业要他一同参与 后来时间便来到了大事件 内扎二 艺人族男孩尤利西斯的出现打乱了九头蛇队长的计划 因为尤利西斯是一个可以预言未来的艺人 他和埃里克博士都担心尤利西斯会发现他是九头蛇 于是他打算亲自除掉尤利西斯这个隐患 他先是潜入一人族领地阿提兰 打算将睡梦中的尤利西斯除掉 结果刚好撞见身穿隐形装甲的托尼也潜入进来 于是他见证了托尼大闹阿提兰并抓走了尤利西斯 计划落空后九头蛇队长又有一个新计划 他意识到尤利西斯只不过是根据潜在危险做出预测 于是他打算将矛头转移到布鲁斯班纳的身上 他匿名寄了一个带有伽玛辐射内容的优盘给班纳博士 这样试图彻底治愈自己的班纳博士再度展开伽玛辐射的研究 果然尤利西斯预言到了班纳变身浩克暴走的未来 于是便出现了大量超级英雄堵在班纳家门口要个说法的情况 最终便是班纳博士被鹰眼用特制箭头杀死 班纳博士之死的事件算是彻底割裂了超级英雄 托尼史塔克和惊奇队长彻底分成了两个对立派 后来惊奇队长逮捕了一个尤利西斯的预言中是九头蛇的女人 但蛇队调查后发现这个女人只是普通人 她在九头蛇里没有任何记录 因此尤利西斯的预言彻底错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预言导致惊奇队长和托尼史塔克彻底开战 在这场战斗中尤利西斯的预言再度发动 这一次所有人都看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预言 那便是小黑猪在博会大厦前杀死了美国队长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便是小黑猪杀死了九头蛇队长 后来蛇队进一步挑唆托尼史塔克和惊奇队长 不断地用托尼之前犯下的错来激怒他 这确保了第二天托尼史塔克会对惊奇队长下手 然后便发生了托尼史塔克被惊奇队长打成植物人的情况 而尤利西斯也在这一次大事件中非生成神离开了 九头蛇队长觉得自己安全了 便再度隐藏起来 而他和埃里克博士一直都在继续着杀死红窟窿 然后重新建立起新九头蛇的伟大事业 而他们的下一步计划便是一次性推翻三大否则 神盾局 复仇者 和九头蛇 特别是杀死红窟窿 当然这么艰难的事情蛇队没有打算自己一个人担干 因此他找了一个同生共死之的信赖的伙伴 那便是自己年幼时在九头蛇学院认识的职友 也就是如今的泽墨男爵 蛇队也隐瞒了他的死亡 而泽墨男爵为了帮助蛇队完成那个伟大的任务 他负责招揽了许多超级反派加入计划中 甚至蛇队还独自前往有古老魔兽存在的洞穴内 一人一顿硬生生把魔兽活生生砸死 然后夺取了魔兽守护的黑暗神书作为备用装备 甚至暗中还有一位九头蛇夫人在帮助蛇队 九头蛇夫人愿意大力扶持蛇队杀死红骷髅成为新的至高领袖 于是他亲自前往各大知名反派的巢穴进行劝说 最终有九头蛇夫人 歌供神 风巢 魁蛇 海妖 佐拉博士 福士德先生 泽莫男爵等七人组成九头蛇内阁 他们都在等待蛇队彻底登基为王的那一天 为了能够顺利展开自己的计划 他先是绑架了七塔瑞人那还在简里的七塔瑞女 之后发生了多次大量七塔瑞人入侵地球事件 每一次都是惊奇队长带领阿尔法战队和部分英雄去处理 可是没解决一次下次都会有更多的七塔瑞人冲出来 到了数量庞大到无法处理的情况时就会叫上类星体 类星体稍微使用自己的力量便能解决数十万的七塔瑞人 但就算这样仍旧还是有巨量七塔瑞人为了找到女王前仆后继的冲向地球 如此强大的类星体算是蛇队最大的星头之患之一了 同时希尔特宫因为违反规定利用宇宙立方碎片 然后建造欢星秋困住反派这件事上了法庭 蛇队亲自上去作证坐实了希尔特宫有罪的结论 后来希尔特宫被判有罪并被解除神盾局局长的职位 然后蛇队成功继任成为新的神盾局局长 但希尔特宫还有一个防止地球被外星人攻击的大胆计划 他把行星防护盾计划交给了一个鼻子出气的惊奇队长 后来惊奇队长把这个计划交给了美国总统去执行 不久之后行星防护盾被建造好了 惊奇队长迫不及待地开启了第一次测试 刹那间透明的能量照裹住了整个地球 为了测试行星防护盾的防御能力 惊奇队长甚至下达了发射核武器的命令 30个核弹头打在行星防护盾上 但防护盾的耐久度只掉了1分之1 这让惊奇队长感到十分满意 紧接着惊奇队长召集了女雷神蓝奇光 捕害伯龙和星雕 这5名实力超凡的英雄同时对防护盾打出倾尽全力的攻击 那一颗半个地球的人都看见地球上空发生了猛烈爆炸 但行星防护盾的耐久度仍旧保持在92% 这毫无疑问证明了行星防护盾的防御能力 然后被公认是目前最强大的英雄类星体登场 他倾尽全力释放了极强的能量攻击 行星防护盾瞬间从92%掉落到了51% 紧接着类星体就历节昏厥了过去 对于行星防护盾和类星体这个威胁 蛇队另有打算 后来蛇队安排了三只超级英雄队伍去袭击红骷髅 当然这些都是另外的故事了 最终小淘气带着万磁王的头盔成功打败了红骷髅 并且成功从红骷髅的身躯里夺回了X教授的大方 蛇队在安排红骷髅从神盾局的监狱中逃走 然后蛇队亲自面见了自己的至高领袖红骷髅 在袒露自己想要取代红骷髅的心声之后 蛇队决定为了完成自己的九头蛇梦想而杀了红骷髅 最终红骷髅惨死在自己创造的九头蛇队长手下 而他的女儿和忠实的部队都投靠了蛇队 紧接着泽莫男爵和新的九头蛇内阁成员集合 为了防止冬日战士巴基碍事 泽莫男爵把巴基抓住并绑在了一架炸弹无人机上 然后蛇队亲自承认是自己要杀了多年只有巴基 而可怜的巴基到死都不愿意承认那是真的史蒂夫 更可怜的是蛇队杀巴基是为了给泽莫男爵的父亲复仇 埃里克博士为了九头蛇大业也是亲自了结了自己的信任 然后蛇队派遣了九头蛇自爆兵炸坏了行星防护盾基地 上万亿的齐塔瑞士兵为了寻找女王而前往行星防护盾暂时失效的地球 大量反派被泽莫男爵派遣到纽约捣乱 泽莫男爵带着神秘反派准备进一步搞事 现在所有计划前置条件准备堵 全员到齐九头蛇队长的计划将要正式展开 九头蛇万岁 视角来到另一个世界1945年的日本 九头蛇队长正在努力攀上雪山 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他看见了自己的老师海妖 海妖回忆起蛇队作为他的学生加入九头蛇 然后在卧底进美军成为美国队长的光荣经历 而这一次海妖要派一个艰巨的任务给他 在这里蛇队通过幻想泉水看到另一个世界的未来 那个世界的未来里宇宙立方变成了一个叫科比克的女孩 然后看见慕年美队被转变成九头蛇队长的话 然后九头蛇队长一直潜伏着执行九头蛇的计划 这时候整座建筑都发生了颤抖 是时候了 海妖让蛇队赶紧跳进幻想泉水内 蛇队将会通过这个泉水前往到那个世界去 代替慕年美队成为新的美国队长 但他仍旧是九头蛇队长 这是他的认诺 这是蛇队的回忆 这是他在那个世界的记忆 而现在蛇队正在为了九头蛇的唯一而战 沙伦叫醒正在回忆过去的美队 然后他报到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 数以万亿的奇塔瑞人正开着舰队冲向地球 如果奇塔瑞人到达地球 那起码90%的人类会死 更惨的是行星防护盾基地被九头蛇的炸弹袭击了 现在无法启动行星防护盾进行防御 美队立即装作很紧张的样子联系惊奇队长 此时惊奇队长正带领超级英雄和阿尔法战队在宇宙战斗 但是仅凭他们这点英雄难以阻挡大量的奇塔瑞人 幸好卫星体的战斗力极强 他能干掉视线范围内的所有敌人 因此才可以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去修复行星防护盾 美队表示他也派了两个人去支援维修 而被派去维修行星防护盾的正式AI托尼和铁星 与此同时纽约也遭到了大量超级反派的袭击 而这批超级反派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全都曾是欢欣秋的罪犯 惯例王在纽约市中心打算宣泄自己的愤能 大概意思是 虽然我是坏人 但是我的人权和自由被欢欣秋剥夺了 说完立即释放能力掀翻街道上的人 过了一会之后 街头英雄捍卫者队伍被斗篷传送到现场 只能希望这些英雄们能镇压住混乱 这时候沙伦表示麻烦事还没结束 九头蛇的军队成功入侵了索科维亚手 还拿到了七枚核弹的发射密码来作为要挟 还有更糟糕的是索科维亚的神盾局飞天航母失联了 为了阻止索科维亚的七枚核弹 还派出了七艘飞天航母去支援 在地球之外 惊奇队长带领超级英雄队服数量庞大的七塔瑞人 在纽约市里捍卫者英雄在队服制造混乱的反派门 索科维亚的九头蛇队伍已经彻底控制了一切 美队露出被敌人前后包夹的紧张表情 但他只是在想自己的计划能否顺利进行 宇宙中惊奇队长的队伍在努力对抗七塔瑞人 卡摩拉大喊要抓一个七塔瑞人当宠物 光普和阿梅利卡则严重认识到他们人手不足 这时候亥伯龙遭到了七塔瑞人的围攻 见到如此紧急情况的惊奇队长大喊雷星体的名字 但就算是雷星体也无法对付如此之多的七塔瑞人 这时候雷星体发现情况不妙 七塔瑞巨兽居然冲到了自己的面前 下一秒七塔瑞巨兽把雷星体吞进了肚子 看到这一幕的惊奇队长更是绝望 他大喊 史蒂夫 我们失去了雷星体 我们需要行星防护盾 美队立即把消息转达给AI托尼 但AI托尼和铁星人在维修中 一时半会是无法启动的 这时候美队在询问卢克凯奇的情况 卢克凯奇这里的情况其实更加不妙 大量的暴躁的超级反派让他们难以招架 夜魔侠这种靠隔斗术的英雄更加难以战斗 匕首和斗篷也只能不断与反派们迂回缠斗 这时候消化人再度登场了 他打算直接在时代广场来一个炫烂的爆炸 杰西卡知道大事不妙 于是瞬间冲出去抓住消化人 然后用力把消化人丢出去 下一秒被强化过的消化人很高的时间 威力极大的爆炸席卷了整个纽约时代广场 看到这一幕沙伦和神盾局特工们都震惊至极 这意味着将会有大量的人死去 这时候国防部长给美队打来电话 总统已经躲到了安全的地方去 但现在七塔瑞人入侵和反派袭击纽约以及九头蛇闹事 太多麻烦是需要处理了 因此在这危机时刻国防部长代表美国政府 正式将全美三军兵权和联邦军队控制权都交给美国队长 国防部长表示 国家就交给你来拯救了 你最合适 最紧急的情况 但是对于美国队长来说却是郑重下怀 他在所有超级英雄的耳麦频道开始战前宣讲 他表示恐怖实力已经强大到难以抵抗 但如果真的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 他希望所有超级英雄都能倾尽全力去战斗 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 为了让后人得知他们的努力 被这番话鼓舞的英雄们纷纷像打了鸡血一样 而美队郑重地说出最后一句话 这便是最后一次了 我请求各位 复仇者集合 与此同时铁星发现自己维修的行星防护盾突然能动 AI托尼问铁星做了什么 铁星表示只是重启了系统 AI托尼觉得不对啊 这些都坏到不能用了才对 但铁星表示的确能用了 AI托尼不管那么多了 立即联系美队 紧接着行星防护盾装置开始运转 巨大的能量光柱瞬间冲天而起 紧接着行星防护盾启动成功 防御力100% 神盾局的特工们兴奋地立即高举双手欢呼 与此同时纽约市也有一批超级英雄赶去支援 现在纽约市的反派们也多少能得到镇压 美队似乎在安抚大家一样喊道 现在我们的情况好转了 卡罗尔 宇宙的情况如何 此时旌旗队长正在遭受奇塔瑞人的围攻 他抽空大喊自己做得很不错 行星防护盾减轻了他的压力 因为愚蠢的奇塔瑞人没办法对付行星防护盾 所以一直在用肉身撞在护盾上寻死 旌旗队长会想办法赶走所有奇塔瑞人 那一天全世界的人抬头看上去 都能在天空看到绚烂的光芒不断亮起 世界在护盾的保护下再次和平 这时候美队再次收到纽约英雄的消息 他们发现反派们忽然开始传送离塔 不出意外的话这些反派应该是撤退 而且在黄蜂女看来反派们是紧急撤退 神盾局特工们再度高举双手欢呼起来 但是这时候特工们发现了在索克维亚失联的飞天航母 而神特工们发现这艘飞天航母虽然没有启动武器 但是却正在快速朝着神盾局总舰快速飞来 而且不知道为何总舰的推进系统无法使用 甚至总舰的紧急传送装置也失灵了 得知这一情况的沙伦立即慌张大喊 全体都有 准备冲撞 下一秒失联的航母从高空撞上了总舰 原本即将取得的胜利在这一刻彻底消失 总舰墙壁发生了猛烈爆炸 大量九头蛇的士兵从隔壁的飞天航母冲了进来 一场街弦战开起来 沙伦赶紧拿起手枪指挥所有特工准备战斗 很快总指挥式的大门被打开 九头蛇士兵立即举起枪开始乱杀 沙伦也拿着手枪不要命的战斗着 这时候美国队长对爱人沙伦说道 沙伦请相信我 记住我真的爱你 沙伦不懂美队这话是什么意思 只见美队严肃地对沙伦说道 请不要开枪 美队在命令九头蛇的士兵们不要开枪 很快现在神盾局特工和九头蛇士兵都停火了 沙伦不知所措地问道 为什么九头蛇不开枪了 史蒂夫 他们为什么听你的 只听下一秒九头蛇们高举拳头大喊 九头蛇万岁 沙伦被九头蛇士兵抓住 直到此时沙伦都以为美队是被九头蛇洗脑了 他让美队一定要和脑海里的声音抗争 但那队严肃地看着沙伦说道 不 并不是那样 沙伦不敢置信地大喊着美队不能这样 而美队也没有打算立即解释 现在的他再也不用挂着美国队长的称号 他是九头蛇的至高领袖 人称蛇队 此时宇宙中 惊奇队长试图联系美国队长 因为他需要美队打开防护盾送伤员回地球治疗 但是蛇队拒绝了惊奇队长的这个请求 惊奇队长对于美队说这番话感到震惊 蛇队表示他不会打开防护盾的 奇塔瑞人会不断进攻地球 直到找到奇塔瑞女王为止 而惊奇队长则是会被隔绝在行星防护盾之外 然后与奇塔瑞人战斗到立即而亡 蛇队严肃地说道 感谢你的行星防护盾 再见卡罗尔 说完后立即挂断了电话 自此九头蛇队长的计划第一阶段完成 将惊奇队长等最强的一批英雄与阿尔法战队宇宙空间战 全部隔绝在行星防护盾之外 在行星防护盾基地内 铁星和叶托尼也发现了防护盾有关 但是还没来得及查出具体情况 就看见大量九头蛇士兵出现了 铁星和叶托尼成功逃出了九头蛇士兵的包围 叶托尼觉得必须要向所有人发出警告 他们打算前往英雄最多的纽约市 与此同时在纽约市外的海面上 泽莫男爵一边开着快艇一边拿着黑暗神书 并且还邀请了能操控黑暗能量的黑师一起帮忙 泽莫男爵打开黑暗神书开始施展魔法 黑师感应黑暗魔法并开始拒络黑暗能量 渐渐的黑暗能量笼罩在纽约城的上空 大部分英雄都只能目睹黑暗能量不断满演 只有奇异博士在施展魔法尝试与之对抗 但结果很显然 奇异博士失败了 黑暗笼罩了一切 九头蛇队长计划的第二阶段完成 利用黑暗维度将纽约笼罩并隔离 将大量超级英雄隔绝在黑暗维度之内 这时候铁星和列托尼都收到了纽约被黑暗维度隔绝的消息 于是他紧急召集了剩下所有还能自由活动的超级英雄 无论能力强弱只要能参与进战斗就全体集合 现在这场战斗可是货真价实的红色级别的威胁 接下来九头蛇队长要展开他的第三阶段 那便是占领华盛顿特区 占据白宫 然后九头蛇队长接管美国成为新总统 下期视频 九头蛇队长成功接管美国 正义被胜利者书写 九头蛇接管美国后犯罪率下降75% 人民生活更加安全 美国经济在九头蛇的管理下变好 失业率大幅度降低 九头蛇队长对超级英雄残暴展开无情捕杀 那么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秘密帝国故事的篇幅非常大 因此剧情细节较多 若是出现解析错误 希望各位勇于指出问题 那么接下来会尽全力更新秘密帝国的故事 可能会看情况更新穆朗罗根的后续内容 穆朗罗根后续故事还有很多可以解释 那么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真的非常感谢各位小伙伴能够追蹤到现在 欢迎各位用投币点赞评论充电等方式用力催更 求求各位点个赞吧 拜托拜托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也欢迎各位在评论或者弹幕发送你想看的那会 就有可能被选为下次的视频题材 也可以评论区说出你想吃的菜品 只要不是太奇怪就都会尽力爆菜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很快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